前蛾叶啦 我后来明白了 就是小记跟我讲的 我不知道 是小记跟我分享说 是因为前蛾叶救了我 因为我从小为什么没有自杀 是前蛾叶 好来补充老爸 我觉得是你这点补充 一直没有补充起来 好 因为前蛾叶是帮助我们刹车的地方 如果你一直让前蛾叶受损犬而亢奋 你会踩不住刹车 你想死你就跑去死了 所以为什么是那些忧郁症啊 然后那些精神病的药 因为那些药全部都会伤害我们的前蛾叶 所以你吃到最后你就想死 杀不了车你就去死啦 所以那些人伤害前蛾叶之后 我很生气 为什么杀不住车 因为啊前蛾叶受损啊 那个小朋友一般来说 生气怎么会从零一下标到一把 你会慢慢杀 你会知道说我好像不应该 为什么你认知不应该 可是忍不住 就像我想死 那就是为什么会忍不住 那就是因为刹车坏了 前蛾叶受损了 那我跟郭老师都会想要帮助人嘛 为什么要读这些书 好像看起来没有办法帮助人 可是从这些书 我们会知道 信任何亢奋的人 他逻辑会受损了 他会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他会在他的世界里面 所以有时候像有一些花莲的朋友 还是什么什么 他信任何亢奋 他会在一个逻辑里面 然后我就会慢慢的去揣摩 然后想去引导他脱离他的信任何亢奋 还是想了解他 要让他怎么样训练他的前蛾叶 帮助他走出来 所以这是我从里面看到的 还有一些人的心态呀 还有我很多朋友会 为什么不想追求健康 因为现在社会的人会愿意追求多巴胺 我们在乎说 哎呀子孙啊孩子啊 你有没有钱 有没有房 有没有车 有没有结婚 有没有生孩子 生活幸不幸福啊 有没有出去玩啊 可是这些都是多巴胺 他会这些是我们看得到的 像欲望的东西 我们用欲望去看到你是否过得好 可是不会去问他说 你有去念前蛾叶吗 前蛾叶看不到呀 对 其实我跟顾老师会分享 我们人一生 能够花多少钱 我们大部分你 如果年薪好了 月薪百万好了 那如果你花了大量的金钱啊 豪宅 车子 仆人 然后出去玩 可是你没有训练前而业 你就是一直在花钱 你花钱 你赚快速的花钱 然后伤害前而业 这是一个回路 所以我觉得训练前而业 是最重要的事情 还有帮助别人 才会我们才会有理性 这个很核心的问题 嗯 是 是